第二節的窮車 剛剛第一節大家聽了一首很好的新歌 是LMF的新歌 叫做2019 咦 我們為什麼突然間 咦 講音樂的可以 是啊 窮車幾貴來的都沒試過 是啊 原來窮車在節目中會有歌 可以打歌的 但是我覺得今集不放歌下去 去激奮一下大家的情緒 就真的交代不了 我自己也交代不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集是需要做這些 聽完一首這麼貼體的歌之後 回到第二節 第一節尾 Davy就還沒講完他的慘痛經歷 其實那個是雪仙最慘痛 是啊 你不要問心 Davy Chan就會講他831的經歷 831其實之前也有雜數 有拉過我831很近現場 好笑的 就是之前那一天 我老爸就約我吃飯 嗯 接著我跟他說 廣島開波的那一天 嗯 接著我說 到時候看情況 這樣 那好了 我先找回Whatsapp 我沒有剷 因為 接著 約吃飯 那 因為我們通常是在中環吃飯的 嗯 通常都是在中環的 那 那 30號的時候 我看到了 說明天晚上 電話 明天說到開波 接著他說到時候再聯絡 嗯 接著 去到31號 接著 正常 我說正常時間 不過 我也有跟他說 6點多的時候 不過 事後 其實我有機會走不了的 嗯 因為你開波的時候 你說到開波 那天 我很記得看 看電視的時候 是 銅鑼灣 TG放題 等等 巴士你會停 地鐵你不知怎樣 那時候已經不知會怎樣 變了很多變數 因為我要回到九龍東 我是有複雜性的 嗯 那天好像 他 他過來載我 嗯 接著回家放下車 接著就下去 我在FCC吃飯 嗯 就是外國記者會 嗯 在FCC吃飯 然後 一路看著電視 他們 開著 直播 真的開著電視直播 看到了 都知道 哇 在外面爆發聲 事前都猜到的 說真的那句 你 在港島開波 我還要在中環吃飯 我是有風險的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弄我 哈哈哈哈 我跟他說的 是 你老媽 離地過不知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老媽 真的 這件事 哈哈哈哈 我真的吵他 因為你知不知道 喂 兒子吵老爸 葡神保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 自此以後 你用一下腦子 先啊 老爸 哈哈 哈哈哈哈 哇 你兒子會死的 哈哈 哈哈 很棒 這句是吧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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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在那晚的時候 我十點多走的 十點多 他將來好像打早球 嗯 我就走了 然後我就 走下去 我打算 咦 我是那一刻 我在想 因為旺角那邊 太子那邊好像有一些東西 嗯 接著 有識一些手足在那邊 是 打算過去 看一看什麼環境 我是有一點點想法的 嗯 因為我步兵 因為 嗯 我接著 去到中環站 我已經上了全環線的車了 已經 兩輛車沒有開 嗯 看回視序 我那時候是 好了 看回我和WhatsApp的時間 就有些 有些 對照的 因為我當刻 沒有確實看標 嗯 2240的時候 我發了我的 forward message 我說 旺角MTR 已經進了防暴了 嗯 嗯 接著 好了 全環線列車 不停旺角站 我想過去搭潮聯 都不行 因為我搭不到619回去九龍 已經 因為銅鑼灣 封了路 嗯 不知道怎樣的 嗯 不知道怎樣的 在那一刻的時候 接著 不對勁了 我走油塘走 啊 我馬上下車 因為車沒有開 嗯 那一刻的時候 其實太子 在開球了 是 其實在開球了 就是簡單說 其實如果我早10分鐘走的話 我經常都說 我為什麼831這麼害怕的原因呢 就是那10分鐘 我可能早10分鐘 我就在現場了 對 我是吃飯 堅怒過的 嗯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害怕 我是真的很害怕的 我到現在 我搭地鐵都害怕 其中一個原因 然後 然後 即晚 我去遊堂走 那時候 已經 我搭去 北角 還沒轉車的時候 看照片 已經看到 太子那邊 有些照片 流了出來 是 然後 11點11分 Next Station Closway Bay 因為我一直在報 location給我老爸 然後 不知道能不能回去 那時候 觀塘暫停 九龍灣暫停 嗯 我還可以 有個牛頭角 可以出到的 啊啊 也是啊 好 然後 天候 好 好 十一點十五分 我在天候 嗯 十一點二十分 我跟他說 對 觀塘暫停 官塘暫停 呢 那我就不妙了 我 你誤 我了 我發生了 這件事 好了 他問我什麼 不知道啊 游堂喔 都出過事的 因為游堂是試過有古惑仔來搞事的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古惑仔 你辨識不到的 曾幾何時有一次在游堂站對視 不知道有古惑仔來搞什麼 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這幾個月太多事發生 然後不知道怎樣 我去到游堂山站 嘩 封了你所有門路 接著就聽到那個緊急廣播 第一次親身聽那個緊急廣播 對那個緊急廣播第一次的印象是什麼呢 就是那次在尖沙咀那邊有個放火的 燒親人那次 當然 我不在現場 但是第一次有緊急廣播 香港在地鐵上沒有很好的地鐵 很多年前在金鐘放火有一次 十幾年前 然後就是那次 然後就是最近 然後在游堂華山站 咦? 我出不出站好呢? 不知道外面有什麼環境 是 然後Alvin Chain已經問我 說要不要過來救你 是啊 其實那天我不停地打給你 我說要不要來救你 其實那一晚呢 因為我在佐敦吃飯 但是我一直看著電視 其實我覺得是 不是太過 即是 情況很不理想 嗯 那我就不停地打給你 喂 要不要過來救你 如果要的話 我就馬上開車過來救你 你說我現在在游堂 那我就過來游堂救你 對咯 很簡單的嘛 那我還有看情況 即是 非必要都還沒看著的 那我那次都說 那最後是上到巴士的 嗯 上到巴士啦 那次是頂閘啦 那次是 是 預了啦 頂閘啦 因為本身地鐵停的時候 靠了巴士 嗯 那這些一會兒都可以再講一下 這一方面的事情 那次又有預規的 那次講真一句 因為 就是 你不知道的 現在是 我是差十分鐘左右 其實 因為你在中環 你過到去旺角 因為旺角那次都有事 其實 是 你是不知道 你可能真的差十分鐘 你無緣無故路過 因為現在 那個情況就是 你路過就會被人鬥啊 也好 什麼都好 那天甚至乎 在八三一的情況 我也不想再複述啦 大家看過了影片 再說一句 那 那 自問我有一種感覺是 真的有他死的 哈哈 很近啊 有機會被浮屍了 那是我 你不知道的 當然 是否真的被浮屍 不知道 未證實到 但是 那 那種感覺是 恐怖的 老實講 就說 我就說 就是要開多高點車 戶仔 有這個覺悟 是 不用再笑我 我的 一 room 現在不敢笑你 哈哈哈 很有大志 喂 如此同時 就是因為現在 其實 今天地鐵是九點山的 Stacy 之前是8點 今天是好一點的 9點 好了 為什麼我說要駕駛多些車 其中一個原因呢 其實就是因為駕駛有自主性 嗯 沒錯 公共交通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停 近幾天也是因為地鐵早停 令到香港的商場就變成我好像回了澳洲 因為澳洲通常外國是這樣的 那時候在澳洲 斯田和一民都是 通常有一天就叫夜市 但可能只是8、9點 平時就是6點多都關的 香港現在的商場有點像 然後公共交通你地鐵關了 近年的交通政策就倚重在鐵路上面 是 之前有說過 當你的鐵路系統連上輕鐵 東鐵西鐵都關的 好像是嗎 對 對 除了機鐵 對 因為機場一定要交通 好 停了 就是 你會看到想見到就是在觀塘 放工時間 你知道觀塘道呢 向西行那邊馬路 其實東行也是很窄的 極度炸 而那裡是很多巴士站 是極多巴士站 全部 由一路撒到到Sulva Mark那邊 對 你會發現就是很多在觀塘馬路開的車 譬如你回大西北那一站就是了 268C 269C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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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啊 對 對 是 對 嗯 對 對 我們 對 對 對 即是停了嘛 那你即是怎樣? 被迫坐巴士的啦 對 那巴士就迫起碰到你家 對 那裏要整個小時的 差不多 要整個小時的 那個地理位置是? 平時也是 因為我有同事是住水圍那邊的 他也是放工八點多鐘走到德福那邊 坐巴士回到九點多了 他住在天水圍 九點多了 差不多 因為住大西北是很慘的一件事 我也住過兩個多月大西北的 在朋友那裡 都經歷過那些還要回灣仔 哇 飽了 即是來回三個小時 一日的車程 其實是很金的一件事 而且現在就是 不知道怎樣坐車 因為你等車不知道要等多久 路面上 你會發現現在是塞車了 現在是 是 這個真的 是塞車了 特別是晚上 因為 你沒有了鐵路 然後 他加班一件事 加班你要清客 加班 這個 講一點 因為之前那一集都講過 加班是加到盡的 我今天我體驗到的情況就是 今天我不是乘七十一班工的 今天我不是乘七十一班工的 今天我乘二七一轉六四 為什麼 因為七十二 喂 我發覺 那個步站系統已經被那些交通 即是大家知道 九幾那個不是跟GPS 是 它已經是亂了 好 還有加班車你是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有的 因為我說過 車 你可以用回舊車出來 正如我今天我乘二七一那一部 都是舊車來的 即是現在 它已經 那些車都 都拋了出來 即不是過年檢 不是什麼 那些車全部都拋了出來 你有沒有人開 嗯 這個是重點 有車在那裡 你叫做師傅 你叫做師傅 大哥 所以 這個 巴士公司 我要給他一點點肯定 因為都 由他今天那些派車已經知道 出到盡了 即是 我看一看今天的 那部車 張行車證 只剩一個星期 都還要出來打仗的 呵呵呵呵 那我就已經 OK可以了 沒事了 我知道你加到盡了 九幾 OK 那我已經算數了 即是如果David說到這一部分 我就覺得 即是我自己另一個搭車的感受就是 是 是亂了的 巴士半次 是 但是同時間也都 即是大家要在這個時刻要體諒 是 是 盡快的 因為在路面交通那麼多塞車 等等的時候 會 會 班事上面是會 有機會有影響這個事實 即是 例如就說 我昨天上班 就 報站系統 報站系統就 delay了 很明顯 即是 我搭這個215X上班 我搭一個站 其實 那些車都密的 我等了十分鐘到一班車 我等了半個小時 我等了半個小時 為什麼呢 因為對面線 即是 觀塘道大油站那邊 即是向東行那邊塞車 那些車可能回不了藍田 那回不了藍田 那怎麼去車呢 是 然後等了半個小時 我還要是 這麼多年來 我未試過乘巴士上班 是頂閘的 嗯 我是尾二一個上車的 我真的不在乎 幸好你瘦而已 如果你調轉了 以後再站一會 要 含家產後面有兩個師奶 在那裡 逼逼逼逼逼 這樣 那便好了 你真是 師奶 還要有個身臭的 混蛋 哈哈 有兩袋送的 有兩袋送的味 哈哈 他開個競爭給你 你了 你了 但是很少的 真的 我上班的時間 11點多鐘 那些時間 你很少這樣頂閘 真的 後面的隊伍很長 嗯 我真是幸運 下班車不知道幾點 大哥 是 所以這些時候 真的 我覺得 如果有車的 真的不妨用多些車 好像我這樣 這段時間裏 基本上我每天都用車的 嗯 我是幾乎忘記了 八達通是可以拿來乘地鐵的 你可以做特首 是啊 還有我真的不知道 七十一是沒有卷裝廁紙買的 哈哈 有的 不是剛剛有這個解釋 有的 有的 會警角對面那間沒有 那間小的嘛 哈哈 看什麼時候犯罪 我要幫他平反 這個公道一點 我幫他平反 不是那間有的 是會有一些有的 還有 你不買廁紙 你可以買廁紙 你了 這句是對的 他拆的 他拆的就不是新聞來的 不是他拆的 是否拆的新聞 是啊 哈哈 哈哈 這段時間真的 對於我開車來說 其實是會失去的 是會有些 有時在時間上會有些失業 是 某些路段 其實某些路段 都會是差一點點的 好像剛才聽Davy說 曾經遇過手足突然快閃倒路 嗯 我都試過的 嗯 那就是有一天 下午我就三點幾 那 我忘記了幾月 那 那我下班了 我走了 嗯 就走這個 窩打路 是 去到果欄段 那個十字路口 是 原間有手足衝出來 是 衝出來 他們拿一些粥 搭行那些粥 嗯 我看他們很多 很多人把那些粥出來 我心想 扑街了 不是我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我意思是他不是打我 不是 不是在我前面 不是在我前面 Block了一條路 是吧 手足你讓我先過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終於好運了 是啊 那 好運是什麼呢 好運就是剛剛轉燈我起步 嗯 那些手足剛剛到 啊 我剛剛過到 後面那些就真的不知道了 哈哈哈哈 好運就是你避開了 是啊 你知道的啦 你經常穿Polo衣呢 是 你這樣的身形呢 你不出聲呢 是啊 是啊 哈哈 不是 有些手足跟我說的 因為呢 你知道我最近 我駕車 我會開始用藍牙 是 因為如果用藍牙 駁到車上 他們可能 我跟別人講電話 可能他們會很難聽 嗯 那我決定用藍牙 但是藍牙耳耳機 是的 藍牙耳機 但是有時候我下車我沒有脫 是 我們有個朋友就這樣說了 是的 有些手足就說 其實呢你可不可以脫掉藍牙他 我說什麼事啊 他說其實呢 你一下車 你又喜歡翹上手 又要穿Polo衣 他說你那個人又高 又要大腰包 他說你還有個小腰包 然後呢 你還有藍牙耳機 然後你站在那裡 翹上手 他說你好像對面 狗鬥裡面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又不是吧 這麼嚴重 他說不是 你真的好像狗鬥裡面的人 真的好像狗鬥裡面的人 我這麼嚴重 他說 立刻拔掉耳機 我說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他說你拔掉耳機好一點 他說 剛才呢 其實有兩對Couple走過 你一看他們 他們立刻 向你的反方向 看著第二邊走出去 嘩這麼嚴重嗎 他說兩對 他都不敢看你 哈哈哈哈 很正常的 小時候Alvin Chen這麼多年 他有隔 如果這樣站在那裡 是真的像 接著我想了 其實呢 如果在一個戰區裡面 我用回這套衣著 以及這個造型 站在那裡的話 我想我是最安全的 他不會理我 因為有手足在做事 哈哈哈哈 你三個字有通關密碼就可以了 你戴手帶那些 我搜你老母 哈哈哈哈 你老母 有人不做做狗不加工 不是 你是喬裝狗籽籽 哈哈哈哈 在這段時間裡面 不過 好像剛才說 會有一點點不方便 但是 有些 有些 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 我試過夜晚 其實我這麼大個兒子 我沒有試過夜晚 開車是可以逆線行彌頓道的 哈哈哈哈 可以在始創對面行逆線 嗯 然後 然後 在你想到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調頭了 即是電影橋段 是啊 然後我馬上想起 繁星已衰 景已衰 撲給我街 還要你拿GC8 是啊 鄧峰 哈哈哈哈 而且 旁邊還要有大量的人為他 正在排流動 你知道在那段時間過 然後 即是你 跟那些手足某程度上 有眼神的接觸 有些配合 他們是不會阻礙你的 不會 大家會有一個共識的 是 我在那時候 這麼大 我沒有試過 從我18歲多 未到19歲之前 我已經有車牌了 到今時今日 我沒有試過 在兩邊行逆線 走得這麼爽的 哈哈哈哈 走得這麼爽 你也沒什麼機會的 學生的一句 對啦 然後可以逆線 又可以逆線 進上海街 哈哈哈哈 那種合法做壞事 感覺很開心 然後在旺角度 你可以喜歡 你轉左也可以 轉右也可以 馬倒也可以 我簡直說 這個世界原來可以這樣 這麼美好 所以自由 是多麼重要呢 為什麼手足要出來 爭取自由 我終於明白了 原來都可以逆線 為什麼要跑 哈哈哈哈 所以說 開車和搭車的人 都在民主中間找到樂趣 是 但是呢 又這樣說 或者如果 某一些朋友 可能他們會覺得 對於他們來說 是很多不方便的 例如可能是一些 職業司機 某一些的職業司機 會有影響的 是的 是的 就是 容許我這樣說 如果有職業司機 在這場運動裡面 帶給你們 有任何不便 我真是代些手足 跟你們說一聲 對不起 是的 是的 其實 他們做 可能你會覺得 你妨礙著賺食 但是 少少的不便 可能日後的世界又會不同 忍一忍 少不忍 側亂大謀 老闆 嗯 還有我覺得 在這段時間裡面 駕車 一件事是練到的 練到你的什麼呢 就是你的 人急置身 是 還有你會突然關掉很多路 是 現在我的腦 是比Google 哈哈 因為你隨時 要走過你的腦才行 是啊 你的腦 比Google 這個是 一個 注意交通的人 都會 正如我剛剛 我們剛才 巴士 搜尋引擎 就這樣 我們自己 正如我剛才 我們第一次 開頭說 好像港島區 我試過在這個 一個不小心 在莊士頓道 發覺以為不能走 然後 你想想怎樣走 糟了 莊士頓道 出不回去 軒尼斯道那邊 就很頭癢 即是你要向皇后大道東 那邊走 那 好了 你又見到 你又見到 那條路的情況 又好像 不是太理想 然後你會想到 我可以這樣走 我走山路 其實 在下面 交通情況 有多混亂 也好 或者有些手足 他們開始發揮 他們的無限創意 也好 也好 總有一條路 那些手足很厲害 那些手足一定會留一條路 不過 當然 是要你認識路才行 那些手足不能夠照顧一些不認識路而開車的人 我真的幫你不認識路 大哥 如果你們認識的話 他們一定會留一條路給你走 那我想 是啊 我可以走上山 然後我可以走上山 我可以在 如果我要去銅鑼灣那邊 我可以走上山 然後我在大坑道 這樣下來也可以 甚至乎 如果我要過去 再遠一點的 我可以走到 去寶馬山 然後在 則如沖 捐回來 也可以 其實 不難的 只要你肯不肯去想 這件事情 就引證了 Alvin Chan以前經常說 那件事情 就是什麼 地球圓的嘛 沒有錯 還有 其實 駕駛有時候 多車頂住 怎樣也好 是會駕駛 但是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車走而已 又不是你走 人腳走而已 車走而已 又不是你走 最重要的是 你明知道 外面有機會有狀況的時候 那你就預備定了 是啊 我覺得 在這件事裡面 我認識多了路 是 認識多了路 只要你擺開你的負面情緒 不要說 哪裏都能走 不是的 你想一下 反面一點想 我認識多了路 原來這裡可以穿過那邊 或者有些路你平時很少走 原來是 這條路是可以走的 可以從這裡穿過那邊 然後從那邊 回到這邊 原來是可以的 但那些路你平時很少走的 是的 但是呢 在這場運動之後 你真的 你玩多幾次之後 我包你的腦 比Googleman 沒錯 還有有些時候 很有趣的 譬如 如果你是 頭車被困 那樣 講兩講 有辦法商量的 是 我試過的 有 我試過的 你只要你不要 你不要在這裡 嘴巴喬喬 你不要做馬蹄爽就可以了 是的 他改了名字 叫馬蹄爽 是的 你做馬蹄爽的話 那就沒有人可憐你了 然後你 你便 車子被人裝修 是的 而且你不要做那些 Right object 是的 Right object 就沒事了 你要記住 你不聊事鬥飛 就什麼事都沒有 是的 即是 等於就是說 你停在輕鐵路軌 然後 被人圍 然後 然後 你後面 拿兩支 Glock出來 是的 然後還掉了 哈哈 哎呀 這個 這個笑料來 那我 我都真的試過的 那 就是 虛心一點去 去拯救一下 那些手足 那些手足 就會很禮貌 告訴他 喂 你這樣走 這樣走 你可以這樣走 那 其實 他們 他們很可愛 他們教你走 你死不死 你老尾 他都不是想弄你 哈哈 最重要 那天我沒有裝 Right object 和Red object OK 哈哈 這兩個object 不能裝 很危險 是的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 其實 這場運動裡面 對於我開車來說 其實影響 不是太大的 除了浪費了一點 才有錢 是的 其實一至五 他們都要休息 其實我們 最多用車 都是一至星期五 可能 或者在夜晚 那段時間 可能會差一點 但是 差一點的日子 都是只不過 在一些 假期 或者 週末時段 那些 但是 一個星期 一天 如果他玩捉你七天 你就尷尬他 嗯 那尷尬你 他都不是玩七天 他玩一天 喂 一個星期玩你七天 那些 就是當權者 是的 去了這裏 然後引申另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交通 這麼不方便 嗯 尷尬你 我覺得 就是 以這幫手足 他們哪有這麼大能力 做這麼多事情 說真的 嗯 嗯 好了 你 你 你 令到大家最不方便的是什麼 就是 我很早要收 九鐵要很早要收 嗯 然後 令到所有人 本身 已靠開 坐九鐵的人 坐不到車 嗯 那是誰令到大家最不方便的 是 而 有些人 可能聽到說 你 你們天天天打地鐵站 你 那是 都要整 喂 等一下 誰打都未知 就是 對 在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 現在又有些奇怪的 我又不知為什麼 啊 港鐵 九鐵 九鐵 倒閘 收工 裡面有一群人蒙面,有電筒,有胡椒噴劑 他怎麼改的呢? 他在裡面怎麼搞的呢? 不知道哪個站有黑衣人在裡面踢到站出來 好像困著他們,要趕出來 最有趣的是兆康站 那些玻璃,從裡面爆出來 他怎麼改的呢? 是的,我不能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我們的物理常識非常之貧乏呢? 貧乏到跟土人沒有什麼分別呢? 沒有分別啊 大家想想想 在非時威區的交通燈為什麼會關掉? 不知道 解釋不到,很危險 九鐵關掉了閘後,裡面的東西都爛了 為什麼呢? 不知道 那些員工大怨氣 是啊 為什麼呢? 究竟是那群手足令到廣大的市民不便 還是那群人想令到大家不便 很值得大家去想想的 所以有時候去到這一點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這條馬路是塞一些 會有少許 會有少許 真的不方便 想到這一刻 我又覺得沒什麼所謂 手足 手足 加油啊! 加不加有 不知道啦 都是那句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是啊 我覺得很簡單的 就是 如果回到這個題目 坐車的我 一個字 爽 真的爽 我也是爽的 我也是爽的 就是有時候 你explore到很多 無限的可能性 就是你以前一個正正常常 我回家 頂七十二 頂盡頭 最任性的 隨便接報車出旺角 然後七二叉回家 現在你給我想到很多可能性 我會explore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即是你問我好人好者 我有幾可搭部衣 一然後倒入青衣 哈哈哈哈 你可以用我吃飯 哈哈 我有幾可搭觸那些地方 是不是 我搭部衣寫 我有幾可 由大腦上到新田 倒倒倒倒 倒倒上水 倒粉嶺粉嶺 再落回去 然後咬回去 廣福村的護船處 喂 大哥啊 你沒想過這些情況 你現在不 趁這些情況 就感受一下 享受一下生活 香港人 香港人 現在你是合法 合情 合理地 遲到同早退 香港人很奇怪 很喜歡上班 哈哈 那是要吃飯的 我剛才說 這件事就 沒得好說 因為始終 你做事的話 你要吃飯的 吃飯 吃飯還吃飯 說得明白 喂老闆 真是花不拿到你 大哥 老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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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上班 現在在座三位坐在那裡 上當年 那塊山竹 搞得世界 倒倒了 香港人 都是要上班 還好說 那時阿迪和阿墳 叫我家剪節目 仆街 都是要上班 因為我真的一個站巴士的時候 對我的影響是比較小的 那次 嘩 我覺得外面的世界 倒倒了 我就好一點 是啊 我就好一點 喂 但 說又奇怪 吵到周圍 都行不吵到 散了 又不走緊急快 一天停工 一點都不緊急 一天都不行 是啊 現在 吵你了 不行 不行 這樣 你第一天做人嗎 真是奇怪 你懂不懂關字 我不懂字 我不懂字 我是不懂這個字 不是 起碼我知道那個醜字怎麼寫 不是 你知道關字兩個口 他講的 你知不知道 跟這個祖雲法師一樣 嗯 龍門隨時搬的 哦 一講起祖狗來了 哈哈哈哈 在男朋友上個禮拜做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剛剛炒了領隊 留意下一集 是真的 剛剛才看過朋友啊 在聖西路看球啊 在Facebook follow那些女兒啊 我 我朋友老婆這些 那些同事來的 嗯 接著 在聖西路看球 為什麼 看國家打給 嗯 那條女兒的兒子是 祖狗來的 哦 就是這樣 嘩 接著 嘩 聖西路啊 哈哈 輕輕鬆一點 就是我覺得香港人 其實現在要開始 即是 有句話說 香港人不要習慣 我有遲相反意見 是 是時候要習慣一下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你長期處於那條橡筋 拉得很緊的情況之下 你是會死的 是啊 所以真的要找多些東西 去令到自己 平衡個人 我經常都說 這一場仗很久 是打 是啊 連紐西蘭那個人都跟我說 我都覺得這一年之內 你們搞不定 嗯 但是我也都 要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說多些 趁這個機會 做多些文宣 因為在外國的他們 其實他們真的不太清楚 香港發生什麼事 嗯 正如紐西蘭這個人都跟我說 喂 其實 為什麼那些示威者 打警察 嗯 其實是否兩邊都要譴責呢 要公平一點呢 我只是跟他說了一句話 說 你看的 就正如警察所說 你不可以單憑一個畫面 去判定所有事情 你一定要下去看 所以我們的文宣 現在告訴大家 我親切切切感受到的 在外國的影響力 是未夠大 的 未夠清晰的 所以我們 有時候 我們不是勇武派 我們做得什麼 最厲害就是 開著電話 按Facebook 開Twitter 我們在這些方面 更多一點 然後 爆補的時候 就勾吊了一陣 對 最厲害的了 對 所以 這個是我自己 親身感受來的 對 跟他話題多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這段時間 大家輕鬆一下 尤其是 這段時間裡面 最輕鬆的我們開車 是什麼呢 那些車子 到處拍 最近開始抄牌了 真的不要亂擺了 因為咖啡仔都要工作 是的 我今天開始 終於看到有人抄牌了 晚上 我很久沒有做過運動員 可以試試做運動員 哇 久違了青春回來了 哈哈哈哈 香港人 快把車子抄回來了 做運動員的機會 可能 當運動完了之後 不能做運動員 就上班肇星了 山長水 我最喜歡這個 當場運動完了之後 不能做運動員 是啊 是很合理的事情 是啊 因為他們有空 如果你說坐車的話 香港人最擅長的是什麼 變通 變通 這條路回不了家 就走第二條路 定時爆水渠也是這樣 山竹你又回公司 是啊 我好像看新聞 訪問了一個 有位女士 不要叫私 她很貶義 她說 沒有了 沒有了 西鐵 出九龍很不方便 要坐巴士 哇 你這麼像 十八樓C做阿熊 哈哈 阿哥哥 阿哥哥啊 哈哈 其實我看到那些新聞 我心想 其實以前沒有西鐵 你們都是這樣出九龍的 以前沒有屯門公路 只有青山舊路的時候 不就是這樣 我當不要坐那麼前 沒有九鐵之前 你們都是這樣出九龍的 屯門那些 坐六十億 或者六十八 六八 六八X 你都能出九龍的 那時候都是一條屯門公路 打天下 你們以前不是坐火箭出九龍的 你們不是有人坐巴士 不是咯 做什麼事 現在的巴士比以前更舒服 喂 我屌你 你以前傲雞車 你現在為ADL 混蛋 喂 我阿太以前住屯門 她說過香港更方便 屯門過香港 她好像說有車直接飛過香港 有 其實 這位主婦 無論九鐵 你這個世界是否停了呢 哈哈 哈哈哈哈 正如你說 好像你阿太那時候 回香港島那邊 那你九六一九點 是啊 好舒服啊 是啊 所以她從來不能坐九鐵 上車睡覺好像好 那就是 她從來不能坐九鐵 喂 現在我也是那句 現在跑團工的車 全部幫你們度身訂造 又要出九龍那些 屌你 六八X六九X 你們坐的是什麼車 德國的東西來的 可能輸的 人家外國走三天兩夜 那些長程車 那些data在你們那堆車上 喂 團廠獨有的 你們這班人 享受一下啦 認識一下福啦 混蛋 享受一下啦 生在福中不知福啦 不是啦 你要明白一件事 巴士是有月票的 是 有傻家 雞果家 這一個下次找小兵分享一下 小兵經常很自豪 他用這些東西 喂 這集來到這裡 尾聲的時候 我不知道EV會打謝什麼歌 在我們的結尾 你猜不到 還是繼續打歌時間 喂 這個星期來到這裡 下個星期繼續 窮車極速 拜拜 有錢 還有一些 小兵 有錢 哦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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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有錢 就是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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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